硝烟是如何在火能猎捕赛上脱影出的 第一名的成绩有多丰厚 在最新的预告中 硝烟等一众学员在虎前的代理下 进入了后山的森林 但想要进入内院 还要参加火能猎捕赛 一般情况下 火能猎捕赛是老生欢迎新生的一种方式 就是要挫挫新生的锐气 但这一届却是颠覆了老生的想法 因为这一届出了硝烟这匹黑马 在硝烟的代理下 雪儿虎家五人组成一队 在森林中反向猎捕老生 最后主动认输 手中的火能也被硝烟等人悉数瓜分 现在就剩下最强悍的白沙队 而队长罗后更是踏入斗灵阶别 虽然硝烟身后还有不少新生 在人数上确实是占据优势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优势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最后 硝烟只能再次施展出小型的佛怒火莲 当青子火莲出现在罗后面前时 虽然他感到惊悍 但他却准备强行接下这次攻击 还好学院的长老及时出现 挡下火莲的威势 不然白沙队真要命丧于此 而硝烟他们也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颠覆了火能猎捕赛的规则 而奖励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首先是硝烟从老生手中得到的火能 其次就是学院对冠军的奖励 青火金卡加上30天的火能 现在硝烟手中足有148天的火能 在新生中绝对算得上市富豪 而青火金卡在所有火能卡中排在第三位 不仅能让硝烟进入天坟练气塔的3到4层修炼 还让硝烟免去了升级金卡的麻烦 为硝烟节省了升级金卡所需的300天火能 成为最大的赢家赚的是盆满钵满